一个人的宽容来自一个人能够理解他人的心 一个人的涵养来自一个尊重别人的心 一个人的修为来自于一颗慈悲别人的心 中华传统文化拥有优秀的智慧 孟子说爱人者人恒爱之 敬人者人恒敬之 你眼里容得下别人的人才能让别人对你尊敬 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才能得到别人对你的尊重 慈悲待人的心态会让自己处处祥和拥有你的贵人缘 清朝的政治家和文学家纪小兰 有一天到舞台山去游玩 走进庙里方丈地把他上下打量了一番 见他一缕还算整洁 一态也一般 就招呼说坐 然后茶 意思是端一杯一般的茶过来 寒暄了几句 知道他是京城来的人 赶忙站起来面带笑容 把他领近了内厅 忙着招呼说 啊请坐 啊泡茶 意思说单独的七一壶茶来 经过戏谈 得知这位来者是有名的学者 诗文大家 礼部尚书纪小兰的时候 立刻恭恭敬敬地站起来 满脸陪笑 请敬禅房 连声招呼说 来来来请上座 有大声 泡好茶 然后这位和尚又很快地拿出纸盒笔 一定要请纪小兰留下墨包 以光残怨 纪小兰提笔 一挥而就 是一副对联 对联是这么写的 坐请坐 请上座 茶泡茶泡好茶 这个方丈看了非常的尴尬 众生平等是我们学佛人的智慧 有智慧一定目中有人 你们看待任何人和事物 我们要用佛法的平等心 所以看待跟你年龄相仿的 要把他们看着像自己的姐妹一样 和兄弟一样 把比你年长的要看成你的长辈 你就会很热爱和关心他们 把看着比你小的都称为你自己的孩子 你就不会因为性别阶层 平步的差异 去区别对待别人 平等心 那是学佛人的境界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